前段时间徐生的电影《异行人生》引发了很多争议 其中最大的争议就是认为电影故意回避了外卖平台的角色 或者说罪恶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或许你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部分 真正的问题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在这个视频的最后我有详细的分析 今天内容有点长 请耐心看完会有启发 我们先来看看第五项修炼里面 彼得圣吉画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的一个案例 叫啤酒游戏 通过这个案例 作者想表达的是在一个复杂的系统里面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做出了名字的选择 但最后却陷入了系统性崩溃 这个案例稍微有点复杂 我尽量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 这个案例其实是一个实验 是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学院 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进行的一个实验 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 但今天我们的思维模式 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改变 啤酒游戏涉及到三个角色 零售商 分销商和啤酒厂 它们分别处于一个产业的上中下三个环节 零售商是最接近于市场的 而分销商就是中间的分销渠道的环节 而啤酒厂就是最上游的商品的生产者 在这个案例里面 因为偶然的一些因素 零售商发现最近情人啤酒销量暴涨 原因是一个月前有一首流行歌曲 这首歌曲的最后有一句叫 喝完最后一口情人啤 我冲着太阳奔去 歌曲的流行带来了情人啤酒的销量暴涨 于是零售商开始加大订单量 但是零售商向分销商订货要延迟四个星期 而分销商向啤酒厂订货也需要延迟四个星期 也就是说零售商拿到的啤酒 实际上是八个星期之前啤酒厂生产的啤酒 那同样啤酒厂生产的啤酒 是零售商在八个星期之前的订单 在这个案例里面 一开始零售商和分销商和啤酒厂之间的运作 还是比较顺利的 而随着零售商在短期之内加大了订货量 而分销商也开始加大了订货量 啤酒厂也加大了生产量 但是因为系统存在延迟 当流行歌曲的热度过去之后 零售商的销量就迅速下滑 但是分销商和啤酒厂 还是按照之前的节奏来进货和生产 这就导致了零售商、分销商和啤酒厂手里 都堆积了大量自销的啤酒 在这个案例里面 最重要的是 看起来每一个环节的决策者都是明智的 都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货生产 都是基于因果关系在行动 但最后却因为没有理解整个系统的结构 而陷入了崩溃 尤其是系统中存在的延迟效应 之前我们介绍了 在一个系统里面 很容易出现各扫自家门前血的情况 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就会相互抱怨相互指责 但实际上最后大家都变成了受害者 问题就出在大部分人的行为方式是基于反应式的 也就是出现了问题去解决问题 正是这种救火队长的行为模式 让我们只聚焦于问题本身 而没有去关注到问题背后更大的系统是如何运转的 那如何改变这种只看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呢 彼得圣吉指出 任何复杂的情况都有多个层面的解释 事件层面 行为模式和系统结构 就像一个系统有三个层次 要素连接和目标 我们都可以从三个层次去理解复杂系统 首先我们来看事件层面 大部分人是基于事件而采取反应式的策略的 比如在第11周的时候 分销商向啤酒厂订了40箱啤酒 是因为当时分销商收到了零售商36箱订单的需求 为了不至于没有足够的库存 于是就订了40箱 但是接下来零售商在接下来几个星期里面的订单都是零 也就导致了分销商会滞留大量的库存啤酒 其次从行为模式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更长的反馈链路 比如在啤酒游戏里面 行为模式解释是生产和分销系统 本来就受到市场波动的制约会产生不稳定 这种情况会随着远离零售商靠近产业的上流而越来越严重 理解到的行为模式 你可以从短期的波动中摆脱出来 最后如果从系统结构上去理解 需要看到整个系统的流程和反馈 不仅仅是单向链路的波动 还要看到动态的往返的波动 具体来说 从系统结构上我们需要问的是 是什么导致了行为模式 在这个系统里面答案是系统的延时效应 或者说滋后效应 当我们考虑到当系统固有的延时情况存在 那么因为延时所带来的周期性波动就必然产生 只有我们从结构上去理解这样的行为模式 我们就可以从整体上去解决问题 所以问题就不是我们要增加或者减少订单或者库存的问题 而是如何改变系统延时的问题 从结构上去解决问题 一方面可以改变系统的要素的构成 也可以改变要素之间的反馈关系 从而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这是系统解决问题的思路 那如何理解系统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我们来举一个之前大家热议的例子 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前段时间徐珍的电影《逆行人生》 引发了广泛的热议 其中很多负面评价 指出没有看到外卖员被困在外卖平台这个系统里面 故意回避了外卖平台的恶 外卖员送餐的时间被不断的压缩 从而带来了一些人问题 比如外卖员不顾生命危险去闯红灯去逆行 为了抢单勾心斗角展现了人性的恶 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三个层次去看 它们分别是三个系统 第一个层次 如果你只看到外卖员 把所有的外卖员看成一个系统 那么你可能就会看到外卖员之间的勾心斗角 而与我诈 恶心竞争 甚至还有艰辛和愤怒的故事等等 你会觉得外卖员很辛苦 甚至会为他们的愤怒故事所感动 第二个层次 如果你把外卖员和送餐平台视为一个更大的系统 在电影中 送餐平台没有怎么出现 但是其实它也是系统的一部分 外卖员之所以内卷 是因为平台规则对外卖员的一种限制 甚至是一种强制 从这个视角看 外卖员其实是很被动的 甚至是有些无辜的 送餐平台才是罪恶的源头 但这里是事实的全部或者说真相吗 当然不是 很多人其实就是从这个维度上去看到问题的 但这里其实忽视了 还有一个更大的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面 外卖员平台和用户组成了一个更大的系统 从系统思维的角度来看 外卖平台为什么会不断的压榨外卖员的时间呢 是因为外卖平台的公司或者管理层 他们吃带血的馒头吗 其实问题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他们的关系不是单向的线性的因果 不是外卖平台很罪恶 然后去压榨外卖员 其实还有一个无形的手在影响着外卖平台 这个无形的手就是效率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快 外卖平台为什么要快呢 因为用户需要快 因为其他的外卖平台更快 外卖平台之间其实也有竞争 他们竞争的是用户的时间 平台的运转效率 当然可能还有平台的成本 还有利润等等 不排除有赚黑心钱的平台老板 但这并不是重点 这里的用户对外卖平台送餐实践的期待 是非常关键的 在外卖员平台和用户 这个更大的系统里面 系统的目标并不是平台要赚多少钱 至少不是最重要的目标 最主要的目标之一是效率要快 成本要低 所以从更大的系统看 平台可能觉得自己很委屈 觉得自己不快一点 平台就要倒闭了 外卖员也觉得自己很委屈 被平台压榨时间 不快一点就这么到钱 但是从用户的角度看 大部分用户觉得自己可能也很委屈 我没有让外卖员拼命的送餐 也没有要求他们很快 用户会认为快餐本来就应该快一点 慢一点投诉一下有什么问题 我们用缴投票选择送餐更快的 更便宜的外卖平台 难道这有错吗 我们甚至会认为我多点一点外卖 还会增加外卖员的收入 我投诉反馈问题 是为了提升平台的服务质量 这难道有错吗 当然没有错 于是平台就把用户的需求 作为平台的战略目标 平台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在为广大的用户着想 把外卖的价格打了下来 是在帮用户省钱省时间 甚至会认为自己促进了社会进步 这难道有错吗 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有问题 不会有人认为自己在作恶 如果从系统思维的角度 系统的目标才是真正重要的 如果我们不把效率视为系统最重要的目标 那么整个系统的运转状态 可能就完全改变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资本 市场 政府等等因素加入进来 形成一个更大的系统 或许我们看待问题的视角 又会不一样 但是显然 同样不会有人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 所以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是谁在作恶呢 其实是观念的问题 是无知在作恶 但问题是 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是无知的 在现实生活中 大部分人觉得自己是明智的 就像开始我们介绍的啤酒游戏的系统一样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明智的 但是最后系统崩溃了 关于外卖员 之前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 困在系统里面的外卖员 认为外卖员被困在平台的系统里面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 我们也是系统的一部分 我们也被困在一个更大的系统里面 苏格拉底说 无知其罪恶 因为没有人会故意作恶 至少绝大部分人是有良知的 除非是因为他们无知 哲学家汉纳奥伦特把这种罪恶 称之为无知之恶 或者叫平庸之恶 或许罪大的恶 恰恰是你根本不觉得 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恶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这些 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点赞收藏和关注我 我们下期内容见 我这里给大家准备了100本精品书单 和100位哲学家的思维导图 私信我免费送给你 我们下期内容